正好有女學生聽懂紅綠燈 發現可愛的狗狗 疑似要穿越馬路 想要協助的時候 小狗跑到出道 不幸被叫車碾壁 兩名女學生騎腳踏車上學 心經路口的時候 突然一隻小白狗在路邊閒晃 看起來要穿越馬路 一名女學生下車想要幫忙 沒想到下一秒花容失色 因為小狗就在牠的眼前 被車子碾過 女學生當場崩潰大哭 對 軟心的人就看到牠的摸不摸 後來還把牠的摸到這樣 後來有路過車主 將狗狗移到路旁 但女學生仍然驚嚇不止 肇事的車主 當時雖在前一個路口停了下來 但是看看就離開 不過仔細看 小白狗當時在路口就沒有細繩 主人也不在一旁 也有責任 這狗本來不管大小的要牽 因為狗牠要怎麼跑 你不太好預測 對啊 所以才要牽 會請四祖也是一樣來所內進行 那個訪談瞭解 那就是明瞭為什麼牠會讓狗狗 獨自一個人在公共區域 詳細的肇事原因 以及有沒有涉及肇事逃逸 警方都還要再進一步釐清 記者林一峰 彰化報導 記者林一峰 彼舞 記者林一峰 彼舞 台貞 林一峰 彼舞